一台手机一个固定架 照服员化身带动跳导师 全台暂机警戒延长到6月中 为了让原名长者在家也能活动筋骨 台南市文件站除了送餐 访式关怀长者 还特别录制活力健康操的互动影片 全国的学校都是停校的停课 那我发现说其实像学生他们有做线上教学 那我觉得文件站的长辈们他们来这里 其实也是学习 那因为每天早上我们都会习惯 做这样的一个活力健康操 可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无法到站 那我希望长辈可以在家里透过我们的录影 而不是只有看YouTube上面的影片 而是透过熟悉的老师带着他们一起跟他们做运动 长者们的回馈也相当好 因为疫情还未趋缓 几乎没办法外出 因此由照服员录制短片 长辈在家也能运动数押 照服员表示现在只剩下送餐跟房市的关怀期间 能了解长辈的健康状况 因此录制影片增加互动 让长辈在疫情期间不孤单 原则新闻大部台南市采访报导